立法議員陳明金關注受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資助實體的科研成果 他要求有關方面解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的運作以及科研成果的應用 曹永賢不得 陳明金指出政府和澳門基金會當初以2億元啟動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但政府行政法規以至科技發展基金的章程 沒有列明受益人要公開科研成果 掌管基金的負責人難免被批評只是懂得派錢 而不善於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經濟產業 為澳門創造效益 陳明金書面質詢當局要求解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的運作 以及科研成果的應用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在04年成立 至06年總共批出了6600多萬